家的房子喜歡回覆 如何學習使用危險工具 王神的話要聽 有一個導演就是蔡月薰導演 她的小 她教育小孩的方法很有趣 像她的一個小兒子 她就很喜歡煮菜 所以她從小學就讓她小孩動刀 然後動鍋鏟 然後瓦斯 就是她們家的晚餐 幾乎都是她小兒子煮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 這當然我們希望 培養小孩子的那個興趣 可是又有時候擔心 會不會傷到她 我覺得最大最大的重點 還是在於 基本上一個孩子 你說五歲 六歲 像你剛剛說小學進廚房 拿水果刀 基本上 她如果不是拿在手上削蘋果 而是只是剁東西 那個東西的重量 水果刀的重量 它是可以掌握的 可是菜刀就不行 所以我覺得看你的孩子 在拿那個器具的時候 她是不是有很吃力的感覺 或是甚至你可以跟她玩一玩 然後讓她看她能夠拿多久 先不操作 先跟她玩是拿著 然後可能譬如說 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然後媽媽我累了 那你就知道 你的肌力還不夠 那這個器具也許就不適合她 那等到她這個手的力量 跟細部的肌肉 能夠掌握這個器具之後 那你才來教她的技巧 但總而言之 這個過程當中 絕對是要每個時刻 都花時間陪伴 這樣加上觀察 確定她很熟悉掌握 你才可以放心 了解 陪伴跟觀察